詞曲 李宗盛 梁佳 詞曲 李宗盛 其实我应该认识脑药是讲究吧 那时候的脑药其实就是 不在讲话来说 人家问他说你到底影片在拍什么 他就会说 诶,你一看我的影片 记录片就知道 我都在里面都讲了这样子 可是这样的方式 其实让人家很难了解他 所以我都转而成他的记录片里面 好好去看說到底他 透過他的紀錄片到底在訴求什麼 所以其實他的紀錄片我看了十幾年了 然後這十幾年我有一些心得 我想說我在這個地方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方面我覺得 其實這位拍紀錄片的這位馬耀 其實他是應該說 他很盡心盡力的跑了很多地方 他每次做一副紀錄片 大概都要花滿多時間在那個議題上 在跟當地的人做一個互動這樣子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人類學裡面訴求 一個人類學家需要有一個比較長期的 然後永續的關係 其實馬耀要做到這一點 然後因為他那個比較長期永續 然後很投入很關切 他的被拍攝的那個觀點還有一些阻境 其實他很好的可以呈現出 被拍攝者裡面的想法還有他的情感等等 然後從另外一點來看 其實他的紀錄片裡面 就像陳道美仁老師講的 他其實那個影片裡面 我覺得他完全承接了 援運的三大訴求的那些議題們 譬如包括正義運動 包括對於土地還有 其實他那個影片裡面 所強烈訴求的原住民的觀點 其實就是一個自制的一個訴求 所以從這個層面來看 他其實早就在做他所謂的 就是用影響的方式從事社會運動 還有文化的這個層次 就是說他其實是透過一個文化的 紀錄片這種媒體的方式去訴求 原住民自己自覺自視的那樣的一個行動 不過我覺得馬耀的紀錄片裡面的議題 還有他就是投入那麼多 而且他的那個紀錄片裡面 談的東西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一直覺得他那個影響力 還有需要被談論的那個空間還非常的大 然後我其實真的覺得說 如果我們要看到一個台灣社會的一個 真正力量的展現 或是一個可以改變 從一個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角度去 改變我們的那個所謂的政治的生態 尤其原住民的那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學 然後另外一點我為什麼要推薦他 是因為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裡面 他跑得很輕嘛 然後投入很多 他其實對於原住民的很多社會問題 還有就是社會的狀態 還有就是部落的行程 其實了解得非常的深刻 如果他可以把這樣的東西 帶入那個國外的殿堂 其實可以傳達更多 我覺得底層的原住民的行程 這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我們從底層 然後然後去有點撼動 有既有的那個 就是完全不能變動僵化的一個制度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推薦他的一個原因 是一個非常大 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我先去看看 是一個很大的土地 這就是我們是一個非常好的 如果我們都沒有說 我們是一個人的 跟我們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是一個人的 我們是一個人的